大家好,我是小秋,阅读前麻烦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过年回家,表妹把我的男朋友介绍给了她的男朋友。 半夜,微信收到了一张男生的自拍,顾行二话不说,直接把她拉黑了。 第二天,表妹气冲冲地找到我,问我为什么要歧视别人。 我把她赶出家门,你想说,看多了我不管你,但是诽谤他人,就是你人品的问题了。 春节回家,表妹提议组织一个私人旅行。 我带着我男朋友,她带着她男朋友。 三十的前几天,程轻轻领着她男朋友来到了我家。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谢晨,一米七多一点的个子,皮肤白得透亮,头发被精心打理过,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精致程度,让我这个女生都自愧不如。 此刻,她正站在我的表妹身旁,低头跟表妹耳语了几句,又偷偷往我们这边打亮,目光最后停留在我身边的顾行身上。 像个姐妹,还是个想撬我男朋友的姐妹。 程轻轻美理会我,反倒是热情地给顾行介绍谢晨。 姐夫,这是我男朋友谢晨,你们加了微信吧,之后也好联系。 我站在一旁,心中冷笑,程轻轻和我是有微信的,又怎么需要顾行单独和谢晨联系? 一听这话,顾行立时向我看来,征求我的意见。 我看向表妹,轻轻你不是有我微信吗? 谢晨有事找顾行的话,你可以告诉我,我来转告她。 谢晨想问问姐夫,哎算了,男人之间的是……你懂吧。 程轻轻脸色有些难看,沉默了一会,才憋出来一句。 我装作一只半姐弟点点头。 见我松口,程轻轻脸色终于缓和下来,松了口气,拉着谢晨回了她家。 程轻轻走了,我乐得清闲,转头就让顾行投评了电影,两个人窝在沙发里吃薯片。 正看到信头,顾行的微信却突然弹出一条消息。 顾哥,下午一起去逛超市吧。 发消息的人用着动漫难投,昵称是凌晨。 我扫了一眼,又吃了片薯片,笑着问顾行,哟,你外面有狗了? 电影戛然而止。 顾行拿着手机,脸色沉得仿佛能滴出墨,点开界面,就要删好友。 眼看到手的好戏就要没了,我立马放下手里的薯片,抽走顾行的手机, 哎,别删别删。 好不容易有个比春晚有意思的节目。 我拿起手机,悄悄打打,好,我和一堂下午三点在楼下等你们, 把手机还给顾行,后者的脸色好转了点,问我, 你觉不觉得这个谢晨有点奇怪? 我顿时大喜,你这个钢铁大直男竟然也发现了? 半小时后,我在镜子前边涂口红,边低声暗骂, 我就说为你一句大直男,你就咬人,顾行你就是个属狗的。 你不是说钢铁直男是指一个人很傻的意思吗? 顾行在一旁靠着门,神清气闲地看我化妆。 我瞥他一眼,没好气到,那我说你是一,你满意了。 谁知顾行脸色更黑一度,别把我和谢晨那个娘娘腔来比。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她那灵的气质已经突破了天花板。 我扑斥一声笑了出来,我觉得谢晨可能看上你了, 觉得你是个一,倒是劳费了成亲亲一番好心意。 那我还是当钢铁直男吧,顾行刚走出门,又绕回来, 这旅行就不能取消了吗? 那怎么能行?我那好妹妹还等着磕CP呢? 我终于涂好了口红,抿抿嘴,拎起包包朝门外走去。 走,去看戏,成亲亲和谢晨已经在楼下等着我们了, 见到我姗姗来迟,成亲亲眼底的不悦更加明显。 谢晨的目光又粘在了顾行身上,再没一开过。 顾行让他看得发毛,只能躲在我身后来躲避谢晨。 去超市的路程不长,刚一进超市,还没等成亲亲二人反应过来, 顾行便拉着我往卫生用品去跑。 跑到一排粉色包装前,他终于松了口气, 拿起一包240毫米日用透气款反复观摸,头也不扭, 谢晨的目光就好像一条毒蛇,让人看了就发毛。 他好像看上你了,我看着成亲亲和谢晨有脸极尽的身影, 摸了摸下巴,得出结论。 你那表妹什么毛病? 他自己的男朋友,他还那么热情地帮他找男人? 小说看多了呗。 幻想自己是爱情的守护者,还要给你和谢晨墙拉条红线, 我接过顾行手里的包装,嘴角扯出一丝笑容, 这时候,就需要有人来教他做人了。 成亲亲和谢晨终于气喘吁吁地追上了我们。 我作为姐姐,是该承担起这个责任了。 我说,你和顾行怎么跑那么快, 我和谢晨差点没跟上,成亲亲扶住一旁的货架, 气喘吁吁道。 啊,亲亲你和谢晨也该加强锻炼了, 毕竟我和顾行都是学校田径队出身。 我故作惊讶地看着眼前二人的狼狈模样, 使劲掐了掐手心,才勉强忍住笑意。 现在不是流行什么,特种兵旅行, 到时候,我怕你们的身体糟不住啊。 我眼神在谢晨那副若不经风的身子上扫了扫, 又往顾行的身上一瞥,很遗憾地摇了摇头。 哎,可惜了。 不出我所料, 谢晨和成亲亲的眼神好似突然有了光芒。 都有一种找到知己的异想天开。 只不过,谢晨看的是顾行, 成亲亲看的是我。 白日梦二人组对视片刻后, 派出了爱情守护者, 我亲爱的表妹成亲亲首先发言, 我们可以加强锻炼的。 期待一段禁忌之恋的精致姐妹谢晨也点点头, 我和亲亲也一直想锻炼跑步, 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和教练。 说吧,还难为情地看了顾行一眼。 哦,作为善解人意的姐姐, 我自然明白她的意图, 拍了拍顾行的肩膀。 诺,这不是有个现成的吗? 顿时,顾行刚刚挂着的笑容消失不见, 转移到了成亲亲和谢晨脸上。 感受到一旁的低气压, 我连忙打哈哈, 我和顾行还有其他事, 就不陪你们逛超市了, 你们自便。 反正谢晨的目的已经达成, 他们也没有打算挽留我们二人的意图, 约定了明早再见后, 我和顾行先行离开。 走在路上, 顾行的脸色黑得像吞了一百只苍蝇, 嘴唇紧紧地抿成了一条线, 所有特征无一不彰显着某人的今日的不愉快。 见到我看过来, 他也扭头看了看我, 在我准备开口时, 又立马把头转了回去, 显然是拒绝听我解释的状态。 活脱脱一个受气了的小媳妇样, 我不禁哑然失笑, 扑。 顾行听到我的动静, 又把头扭了回来, 别扭了一会终于开口, 你笑什么? 我在笑你现在的样子, 明明就是一个一泥酒大奶狗, 谢晨竟然还觉得你们一定会很合拍, 我摇了摇头, 也不知道他看到你这副模样, 又会做何感想? 我都这样了你, 还在提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 唉, 我还没说完呢, 我拍拍顾行, 我说让你当教练, 可没说明天只有你当教练, 你和谢晨好不容易地独处时光, 我那好妹妹自然不会缺席了。 我故作深沉, 手俯上了那薛定恶的胡子, 两天长叹, 毕竟CP还得亲自磕才像啊。 第二天一早, 我和顾行起了个大早, 在天还蒙蒙亮之际, 就已经换好装备, 站在充满暖气的屋内, 整装带发。 顾行没急着催我出发, 反倒是又去厨房泡了杯麦片递给我, 今天天气冷, 先喝杯燕麦再下楼也不急。 我一手捧着还在冒热气的麦片, 一手拉开窗帘, 朝楼下望去, 隐隐约约看到了两个在雪地里的身影。 他们到了, 顾行点点头, 到了三四分钟了吧。 不用着急, 准备好了再出发。 五分钟后, 我手里又多了一杯热乎乎的热可可, 和顾行慢慢下了楼。 寒冬蜡月, 除了我手里那杯冒着热气的热可可, 唯一还在冒着气的, 就是成亲亲那张开胎合合的嘴。 但随着哈气一起出现的, 是他有些埋怨的话语, 我还以为只有姐夫来教我们呢, 我和谢成在楼下等了好久。 原来姐你也下来了, 那还是能理解的。 我还没开口, 顾行便打断他, 不好意思, 是我自己怕女朋友着凉了, 做了杯热可可, 才迟到的。 如果你们等不了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训练就到此为止吧。 顾行牵着我的手, 就要往回走, 谢成突然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亲亲还是小孩子, 言语之间总是多了几分坦率, 我替他向姐姐和姐, 不服道歉。 这声姐夫喊得多少是有些咬牙切齿了。 我笑了笑, 站在谢成面前。 我大人不计小孩过, 不会生气的, 你们可以开始训练了。 几分钟后, 当我正站在雪地里用脚尖画圈时, 顾行回到了我身边。 我瞧了一眼他, 没找到那两人的身影, 开口问他, 那两人呢? 累晕了。 我带他们热身了一下, 让他们自己绕着小区先跑一圈。 跑不完, 不准回来。 想了想, 顾行又补充道, 以他们的速度和体力, 这一圈没有二十分钟跑不完, 你可以先上楼休息会, 等好戏到了, 我再叫你。 还没等我走到单人门前, 程轻轻就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我们面前。 姐夫, 谢成好像晕倒了。 不是吧, 这才跑出去没有二百米啊。 我和顾行沉默半赏, 正动身准备去雪地里捞谢尘, 程轻轻又伸手拦住了我。 姐, 我还有事和你说, 就让姐夫去找谢尘吧, 他呀肯定没问题的, 我顿住了身形, 示意顾行先过去看看谢尘的情况。 和程轻轻一同目送着顾行远去, 我的心里却生起一股怪异感, 顾行的背影怎么看都有一种视死如归的壮烈感。 苦了他了。 扭过头看程轻轻, 后者气色倒是好的很, 眼里闪烁着三分喜悦, 三分激动, 还有四分得意, 脸上也红润得很, 丝毫没因自己男朋友的晕倒而受到惊吓。 你说找我有事, 是什么事? 我问他。 程轻轻看了我一眼, 不在意地摆摆手, 哦, 我的问题刚刚解决了, 我们过去帮姐夫吧。 当我们走到他妈人处时, 我的大脑突然空白了一瞬, 只见谢尘正穿着一身不知哪里来的大红色, 圈圈同款斗篷, 有些狼狈地躺在雪地里, 到固形双手还胸, 站在不远处看着他, 大有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淡漠之感。 这是什么剧情走向呢? 我愣了几秒。 身旁的程轻轻, 倒是现在有了正常人该有的惊慌失措, 急忙跑到谢尘身边, 把他扶了起来。 谢尘脸色不是很好, 像张白纸似的, 唯独嘴唇却是豆沙红, 仔细看还犯了些光泽。 还没等我开口, 程轻轻便拉着谢尘和我们匆匆告了别, 头也不回地走了。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固形有些急迫地率先开口, 不是我推的, 是谢尘自己没站稳倒在雪地里的。 我看着他那副认真模样, 一时没忍住笑了出来,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像在皇帝面前被人陷害, 又怕自己失宠, 急于争宠的妃子。 那么顾飞, 你来给朕讲讲事情经过吧。 固形美好气得白了我一眼, 谁能想到, 谢尘大冬天要穿成那个鬼样子。 我刚走过来, 就只能看到那一个红色斗篷, 偏偏谢尘穿了条白裤子, 从远处看, 就跟悬浮在空中一样, 把我吓了一跳。 再往近走, 谢尘就突然朝我这边倒过来, 那脸比我太奶都白, 嘴还红得跟刚吃完小孩一样, 那样子谁看谁害怕。 等我回过神时, 他就倒地上了。 我怀疑他碰瓷, 你要不要问问程清清谢尘 到底有没有前科呀? 我一想到, 谢尘心怀鬼胎的扑向固形, 却被反江义军的画面 一时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差点摔在固形身上, 前科估计没有, 但前任一定有。 谢尘不会以为你会喜欢那种 楚楚动人的吧? 固形撇了撇嘴, 手却依然拍着我的后背帮我通气, 你慢点笑, 小心呛倒。 那天早上之后, 程清清和谢尘 总算没再用那些奇奇怪怪的理由来 纠缠我们的人。 我和固形也乐得清闲, 终于恢复了几日正常生活。 可惜这种好日子还没过几天, 便到了春节之际。 初二大早, 我那姨妈一大早便登门造访, 还顺便领来了程清清和谢尘二人。 程清清右手拎了河哈哈八宝粥, 左手则挽着谢尘, 热情地向我爸、我妈介绍谢尘, 姨父姨妈过年好, 这是我男朋友谢尘, 今年回来陪我一起过年。 哦, 现在谢尘倒是成了他男朋友。 谢尘也腼腆地笑了笑, 叔叔阿姨过年好。 几人寒暄了会, 程清清便扯开话题, 指了指我和固形的方向, 我和谢尘还有事和姐姐姐夫商量。 说着, 带着谢尘走到了我们身边。 我双手还胸, 上下打亮了谢尘片刻, 只见他今日的肤色终于偏向正常, 脸上终于有了些正常人的气色。 看来我的好妹夫恢复得不错, 终于决定换个风格了, 我得出正硬的结论。 谢尘没回答我, 倒是看了看顾行。 可惜顾行没让他得偿所愿, 不动声色地往我身后站了站, 堪堪堵住了谢尘那令人发毛的眼神。 程清清看了我们一眼, 犹豫再三, 还是把我拉到一旁, 低声耳语。 你觉不觉得? 觉得什么? 觉得姐夫和谢尘之间有那么点, 有点合不来吗? 你才发现啊? 我只觉得有些荒谬, 转身准备, 拉着顾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又被程清清拦住了去路。 无奈之下, 我给顾行了一个眼神, 让他先去厨房帮忙。 很快, 谢尘也借着理由离开了。 一时间, 屋内只剩下了我和程清清。 程清清开始扳着手指, 和我细数顾行和谢尘寥寥无几的交际, 不不不不, 我倒是觉得他俩很般配。 你看啊, 他俩第一次见面时候, 谢尘就很关注顾行, 加微信时候, 姐夫也没拒绝, 说明姐夫对谢尘也很有好感。 谢尘约姐夫去逛超市时候, 姐夫也没拒绝, 这说明他心里有他呀。 既答应谢尘当他的教练, 还在一听到谢尘要晕倒时, 毫不犹豫地就去看他。 听着程清清越来越荒谬的分析, 我打断他, 那你告诉我, 谢尘那天躺在雪地里呢? 这意味着什么? 那自然是姐夫随着谢尘的小性子, 宠溺地任他闹了。 如果这都不算爱, 那世间真爱何在? 程清清反问我, 好一首漂亮的胡乱造谣。 我一时不知如何反驳程清清的歪理邪说, 心情颇为复杂。 现在终于明白, 顾行看我刻动漫CP时的复杂眼神了。 只是程清清确实是有些过分了。 他见我没反应, 嘴角笑意又深了几分。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他们才是真爱, 你们只是意外罢了。 我也扯起来一个冷笑, 那你为什么要叫顾行姐夫呢? 我的好妹妹, 程清清正准备反驳我, 我妈却突然走了进来。 她眼神在我们之间一扫, 目光最终停留在程清清身上, 语气略显不满, 以堂, 清清, 吃饭了。 我关掉手机的录音, 转身离开房间。 餐桌旁, 顾行习惯性坐在了我左手边。 程清清因为我刚刚的针锋相对, 似乎不太开心, 坐在了离我们有些距离的位置上, 开始刷手机。 谢晨倒霉坐在程清清旁边, 转身坐在了顾行身旁的空位上。 顾行脸色一沉, 起身离开, 坐在了我的右手边。 谢晨没再追上来, 坐在原位上耸了耸肩, 像个没事人一样望向程清清举起的手机。 一时间, 餐桌旁的阵营被划分了出来, 大家身边都有几个亲朋好友, 唯独谢晨自己孤身一人, 显得有些行之隐淡。 再看程清清, 也没怎么在意谢晨, 只是捧着手机勾了勾唇。 平安无事地吃过一顿饭后, 谢晨和程清清也没再纠缠我们, 打了招呼便走了。 反倒是这过于平静的表现, 让我心里有些发毛。 事实证明, 我的第六感是很准的。 不到一天后, 我的微信收到了一条短视频, 画面则是我十分熟悉的, 初二的那场聚餐。 镜头在顾行和谢晨身上停留了片刻, 突然转向被打了一层宝马的我。 我那时正扭头和顾行耳语了几句, 紧接着顾行便被镜头目视着起身换了座位。 视频的最后, 是谢晨略显落寞的身影, 顾玲玲坐在餐桌旁, BGM还适时想起了, 最近很火的Lighting Go。 闺蜜在微信问我, 你们是不是让人阴了, 顾行和这个小白脸已经同框了好几条视频了。 要不是这次有个你, 我还以为顾行把你绿了。 有圆链接吗? 很快, 那面给我发来的最初的链接, 并贴心地告诉我, 如果对方对你不利的话, 记得找我这个小法师, 我可以帮你打官司, 稳赚不赔的买卖啊。 我点进去, 却发现视频的内容配合了一个很奇怪的文案。 闹别扭的两个人, 不得不因为某些人分开做了。 视频点赞已经直逼十万, 还在圆人不断地上升中, 评论区也热闹至极。 手赞第一条是个问题, 不懂就问, 中间那个女生什么情况? 博主也在下面贴心地回复, 和顾哥关系很好的一个女生了。 这次小谢和顾哥闹别扭, 他可能觉得俩人不合适, 想劝分不劝合了吧。 配了一个笑哭的表情, 虽然这位好心博主给我打了一层宝马, 但我在视频里和顾行而语的动作却清晰可见。 一时间, 莫名成了中间人的我被评论区讨伐的体无完肤。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顾哥和小谢关系特稳定, 怎么总有人不要脸地冲上去破坏别人感情啊? 无语,这个女生看起来好绿茶。 点进那人的主页, 我才注意到她的ID。 小青小青守护爱情。 我心中冷笑一声, 手指不断滑动翻看着她的视频。 内容以日常生活为主, 但数据一直感人。 直到谢晨和顾行见面的第一天, 她的视频突然点赞破了一万。 从那之后, 这个账号仿佛获得了流量密码, 开始频繁更新顾行和谢晨的内容。 有时是我知情的场景视频, 有时是我未曾见过的两人同框照片, 但都无一例外, 没有我的身影。 不过照片我很熟悉, 因为大多都是我和顾行的合照, 把我变成了谢晨而已。 混乱的剪辑, 加上暧昧不清的文案, 有些低龄的手段, 却已经在短短几天时间内, 为她吸引了三四万粉丝。 正巧的是, 她刚刚又更新了一条。 有人想看直播吗? 我和顾哥小谢过两天去海南度假, 可以给你们开哦。 评论区瞬间激动起来, 我也顺手给她点了个关注, 期待着她的直播。 毕竟她可是利用着我和顾行 都播完短视频的好机会, 自己造谣呢。 很快, 程清清给我发来微信, 还记得之前那个四人旅行吗? 后天正好有去三亚的航班, 你觉得怎么样? 我笑了笑, 回复她, 好巧,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打算看你怎么在直播里圆晃的。 出发当天, 程清清提议我们在机场拍张合照。 没有拒绝的理由, 我笑了笑, 欣然答应她, 好啊。 找了个路人为我们拍了张合照, 程清清把成片分享给我之后, 自己坐在一旁, 开始对着手机戳戳点点。 我也没去打扰她, 毕竟我还期待着小青呆如何守护这份本就虚无的爱情。 不负我的期望, 很快, 程清清的账号上更新了一条内容, 预告大家晚上八点开始直播。 配图是我们四人, 哦不, 是顾哥和小谢, 他们的小助理小青, 还有我这个跟顾哥关系很好的女生。 想着, 我在评论问程清清, 那个女生怎么也来了呀? 很快便得到了回复, 她听说我们要去海南, 自己就跟过来了, 顾哥碍于面子, 也就没拦她。 我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回复她, 怎么总有人不要脸地冲上去, 破坏别人感情啊? 是啊, 程清清, 怎么总有人不要脸地冲上去, 破坏别人感情啊? 正巧机场响起了广播提示音, 告知我们准备登机。 程清清没在回复, 我也装作没事人般的和顾行走在一起。 顾行察觉到我神色不对, 问我, 那个程清清是不是又惹你了? 说着, 顾行差点就要冲到程清清身前为我报仇。 拦住她的动作, 我笑着摇了摇手里的手机, 没事, 她马上就该得到相应的福报了。 飞机上, 我和顾行坐在一起, 程清清则和谢晨坐在我们斜前方, 抱着手机倒顾着什么, 还时不时回头看我们一眼。 面对她们时不时的关心, 我则统统以一个标准又不达眼底的微笑回之。 如此反复几次后, 她们好像终于被我的笑容搞得发毛, 再没转头看过来。 我也没再关注她们, 开始闭目养神, 毕竟按照小清助理的预告, 晚上还有一场好戏要出演。 几小时后, 飞机终于落地, 我们四人推着行李去酒店办了入住, 谢晨觉得下午太过炎热, 提议晚上再出门。 我和顾行点点头, 没再与他们闲聊, 先行回了房间。 晚上七点半, 按照约定, 我们四人在酒店大堂集合后, 一起骑车前往沙滩。 一月的海南不算很热, 不少人在海岸边的路旁停停走走, 喝着椰汁, 享受着宜人的海风。 很快便到了 程清清提前预约过的目的地。 是个沙滩烧烤点。 人不多, 我们简单收拾了一下, 开始准备一会的器材和食材。 程清清举起手机, 对准的正是正在点炭火的故行, 不久后又转向了谢晨。 她的余光触及到我, 犹豫了一瞬, 问我, 姐, 我有点渴, 能帮我去对面买杯叶芝呢? 还没等我回复, 顾行就走到了我们身边, 你没腿吗? 已躺在这里准备食材, 你坐在这偷懒, 还要让她去买东西。 程清清哑口无言, 只对样样起身举着手机远去。 我看着她远去的背影, 打开手机, 点进她的直播间。 哎,没办法, 毕竟关系很好, 顾哥肯定要给她点面子的。 不如我给你们找点糖吧, 也会和顾哥小谢他们一起玩真心话大冒险怎么样, 问题我都想好了, 就让他们把初遇的事情亲自讲给你们听怎么样。 放心了, 我绝对能把把转到他俩的, 一切尽在我掌控之内。 我看直播时没有刻意回避顾行, 看到直播的她倒也异常冷静。 我们相视一笑, 明白了对方心中所想。 吃糖是吧, 我们绝对帮你饱甜。 程清清回来时, 我和顾行特意靠得很近。 她递给我一串刚刚烤好的玉米, 我接过尝了一口, 便很是做作地还给了她。 一点都不甜, 不想吃了。 顾行也没生气, 自然而然地接过来, 污渍吃了一口, 挑挑眉, 我觉得还好啊。 谢晨站在我们的不远处, 有些想插话, 但又插不进来的欲言又止。 她倒也不怎么在意, 可能是已经和程清清商量好了剧本。 毕竟今天的高潮, 可是那场真心话大冒险。 程清清看到我们的举动, 脸色微变, 硬是强撑地坐下来, 开始跟我们漫无边际的闲聊。 我和顾行则依旧扮演着你浓我浓的角色, 什么时偏演程清清的直播间。 就在观看人数即将掉出一千时, 程清清终于忍不住了。 我们来玩真心话大冒险吧。 我微微勾唇, 好啊, 好戏, 开眼了。 我们四人围在了一处篝火旁, 程清清在一旁支好了三脚架, 继续用手机直播。 第一轮的结果不出所料, 只针在四人间转了两圈, 最终慢悠悠地指向谢晨。 程清清作为转盘人, 向谢晨提问, 你对顾行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谢晨听到这个问题, 有些害羞地低下头, 火光硬衬着他, 让整个人附了一层淡红色。 由于片刻, 谢晨终于开口。 嗯, 我感觉顾哥很帅, 很有男子气概, 身上那种疏远的气质也特别吸引我。 一时间, 直播间的人数开始疯涨。 谢晨回答完问题, 作为第二轮转盘人, 拨动了指针。 很快, 指针停留在了顾行面前。 谢晨问顾行, 顾哥, 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提出问题后, 谢晨的身体, 还向顾行的方向微微前倾, 手不自觉地抓紧了衣角, 一副又紧张又期待的样子。 顾行笑了笑, 却没有急于回答, 反倒是看向我。 我看了看刚刚收到的起诉状草稿, 朝顾行微微点头。 收到我的信号, 顾行冷笑一声, 很白, 有点矮, 头发太卷了, 还很坐坐, 娘娘腔。 但, 他顿了片刻, 或许, 你更应该问问我的女朋友, 对你印象如何。 谢晨和程清清愣住了, 直播间的弹幕也停顿一秒, 随后瞬间刷屏。 我的手机已经切到了直播间的画面, 看着那些弹幕不停弹出。 什么情况, 顾哥有女朋友, 而不是男朋友? 啊, 我去, 我就说那些视频怎么看怎么奇怪。 程清清率先回过神来, 立马起身去取手机, 打算切掉直播。 但顾行更快踏一步, 率先拿到了手机。 我也站起身, 看向程清清和谢晨两人, 确实应该问问我的印象了。 毕竟在你的账号里, 我的男朋友成了你的男朋友的男朋友, 我成了试图破坏别人感情的人。 小青小青, 有没有人告诉你, 那些子虚乌有的爱情是守护不住的? 程清清脸色煞白地看着我, 试图为自己争取一点底气, 你有证据能够证明你说了这些吗? 若是没有, 你的话又有几分针。 我不说话, 笑着看着他。 谢晨或许以为是我哑口无言了, 也站到程清清身边帮腔。 是啊, 你有证据吗? 我斜眼看他, 谢小朋友, 多亏你的提醒, 我差点把你忘了。 至于证据, 这些够吗? 我按下播放键, 一瞬间, 熟悉的声音传了出来。 你觉不觉得, 姐夫和谢晨之间有那么点? 正是初二那天, 顾行和谢晨都不在场的对话。 那你为什么要叫顾行姐夫呢? 我的好妹妹? 录音最终以我的问句结束。 程清清和谢晨两人都没了声音, 一时间, 四周只能听到木头噼里啪啦燃烧的声音。 不知道我还需不需要出示那些你屁过的图的原图了呢? 或者说, 你明白真正的爱吗? 如果你说的那些算爱, 那么我和顾行一同看过的烟花, 一同走过的时光, 她为我排队买的甜品, 我为她熬夜抢下的生日礼物, 又算什么? 爱绝不是几张照片和几段视频而能够定义的。 程清清拧了抿嘴, 声音有些颤抖, 姐。 程清清还没说话, 顾行便打断了她, 乙堂, 你不是要送给清清和小谢一份礼物吗? 啊, 我一拍脑袋, 讲历似的揉了揉顾行的脑袋, 差点忘了, 说着, 我举起手机, 画面上赫然是一份已经起草的起诉书, 还有些潦草, 不过没关系, 等到咱们回家之后, 应该就会完善了。 程清清,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已经涉嫌造谣诽谤他人, 还有什么来着? 侵犯他人肖像权, 顾行在一旁轻声提醒我。 啊, 对, 不过我人美心善, 提醒你一下, 先去找个律师吧, 别打我准备执掌。 你说, 怎么总有人不要脸地冲上去破坏别人感情啊? 与此同时, 顾行也切断了直播, 把手机像丢垃圾一样丢到了程清清身旁, 带着我转身离开。 至于直播反响如何, 明早自有结果。 第二天, 我睡了个懒觉, 睁眼时, 已经日上三干。 顾行已经起来了, 正在卫生间洗漱。 我伸手购过手机, 发现手机上满屏的位阶来电。 基本都是我男好姨妈的, 还有几个其他人打来的。 打开短视频软件, 我点开程清清的账号, 却弹出来一个大大的红色感叹号。 该用户违反社区相关规定, 相关功能暂被封禁。 确实是程清清应得的。 点进去, 她的最后一条视频, 里面的评论风向转变得很快。 昨天还在讨伐我的评论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变成了讨伐程清清和谢晨。 我点开搜索栏, 发现昨晚的直播录屏正挂在热搜栏上。 相关词条下, 很多自称程清清或谢晨同学同事的人跳了出来, 开始很神秘地抱一些无法断定真假的料。 不过这都与我没关系, 造谣之人总会付出代价的。 突然,姨妈的电话又弹了进来, 我皱着眉症准备挂断电话, 转念一想, 还是接通了这通电话。 以堂啊, 清清也不是故意的, 你看她和谢晨感情那么好, 她怎么可能诽谤你们呢? 你能不能? 我轻笑一声, 姨妈, 你要不自己去问问谢晨和程清清有牵过手吗? 听到我的笑声, 我那姨妈提高了嗓门, 宋以堂, 你真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跟你那个妈一样。 电话戛然而止, 我抬眼看去, 顾行不知何时站在我眼前, 有些不赞同地看着我。 她的话我才不会放在心上, 我朝她笑了笑, 程清清呢, 他们走了。 顾行点点头, 早些给前台打了电话, 凌晨就退房离开了, 现在恐怕正在家里焦头烂额着呢。 那正好, 我们终于能清闲地度个假了。 几日之后, 我和顾行终于从海南回到了家中, 一同回来的还有那份已经捏好的起诉状。 再一次见到程清清和谢晨, 是在法庭上。 程清清眼底挂了极深的黑眼圈, 身上的衣服也十分随意, 没有任何搭配性可言, 谢晨也在没心思把理她那头卷发, 此刻正失去了往日的光泽, 软啪啪地贴在头上。 我和顾行简直和他们形成了天壤之别。 我那打电话求情的姨妈, 此刻正被其他人按着坐在旁听席里, 听着我的律师间闺蜜一条一条宣读程清清的所作所为。 在我提供的充足证据下, 程清清的辩词则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最终, 这场闹剧以我的胜诉而挤案。 程清清和谢晨被要求赔偿给我们十万人民币, 并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我那姨妈听到这个结果时, 正准备破口大骂, 我妈便一巴掌扇了上去。 妹妹, 做人还是要讲法律的。 当年你没受到惩戒, 还是让你的女儿替你承担吧。 这一巴掌的威力还是很大的。 至少第二年, 第三年, 已至之后的春节, 再没人来饶我们的兴致了。 我和顾行, 也终于在第二年的春节, 顾地重游时, 成为了法定夫妻。